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泽安顺区的李庆如 那在开始我今天IOH的talk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 由AIA友邦人寿保险单高后总经理 跟大家说的一段话 他说年轻是一种心境而不是实际的年龄 当你失去探索竹梦的热忱时 你就失去成为年轻人的本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牢牢记住这一段话 然后不管自己的年龄下来是多少 都可以勇敢的去主梦 好现在先讲一下就是我今天的talk主要 会分成几个部分 大约会有我的一开始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的学校还有我的细所 还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还有我的课外活动 然后我个人觉得的一些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差异 还有就是我个人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的心得与我的收获 那现在讲一开始我的自我介绍 那我刚就说过了嘛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区的一个小地方 那说到安顺区其实应该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想说安顺区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每个人都知道邪塔 在一说起邪塔 每个人都会想到就是在意大利 那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属于自己的邪塔 就是在我们安顺区 那看到邪塔你还是想不到安顺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那我就会跟你讲说 其实安顺就在乙保的附近 那乙保每个人都会说 那别人吃的好吃的很多 然后美女很多 那既然我们在乙保区附近嘛 其实我想跟你说安顺最大的特色就是美女很多 那既然先震惊而来说一下就是我今天的talk的主旨 主要一开始就是会介绍一下就是我在台的一些学校 还有我课系 然后至于后面就是会至于part 2的部分 就会讲我升学的方式 还有我一些升学的准备 那有兴趣的同学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学弟妹 可以直接点我part 2的部分来看 那先来讲一下我在台就读的一个学校 我目前就读于台湾台北医学大学 那台北医学大学呢 坐落在繁华的台北市中心 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只要就是从学校然后徒步走去101 大概只需要10到15分钟 所以就大家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台北医学大学周遭的环境都是比较 嗯 它不是绿意青春的一个校园 然后都基本上周围都会是高楼大厦或者是很繁华的建筑物 其实蛮有压迫感的 就我一开始来的时候都觉得到处都是很高中的建筑物 然后基本上也觉得很有压迫感 可是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来到这间学校 那我就只好告诉我自己就是我要就是要努力向上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这就是周围建筑物 然后也看这101我就告诉自己 中原一天我要像101一样 然后爬上世界的顶段那样 那先来跟你讲一下就是台北医学大学那些其他特色 那我觉得北医的特色就是超级无敌小 因为它毕竟它就是在繁华的市中心嘛 然后黄金地段所以地一定很贵啊 然后可是我觉得小有小的好处 因为只要你不迷路点名都不怕 就我个人经验像比如说老师突然要点名的时候 你可以在两分钟以内从学校这一端 然后跑到学校的另外一端 所以就不怕被点名啦 那虽然北医很小 可是其实设备还蛮齐全的 像比如说我们也有室内的游泳池 然后也有SPA 也有就是烤箱蒸汽是什么都有 然后北医也会有自己的健身房 虽然说嗯 健身房这可能设备不像那些大型学校 或者是大型的健身房设备那么齐全 可是我觉得基本配备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可取的 那因为北医是就是医学大学嘛 所以就是还蛮注重卫生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是北医最贴心的地方 因为只有离开北医才发现不是每个厕所都有卫生纸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小确幸吧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北医的师肢都很优 怎么说呢 就是目前就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就是授课老师都几乎就是副教授或教授级的 所以我觉得在师肢方面是不需要担心 然后当然老师他们其实偶尔也会蛮严厉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老师其实蛮体贴就是我们这些外来的学生 就是比如说他都会常问我们乔生 欸你们听不听得懂 然后听不懂的话可以私底下去问他 然后也会想说 欸必须要帮我们再开额外的客服 其实我觉得老师都还蛮体贴 然后也还蛮怕我们就是上课听不懂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只是每次都觉得很模型吧 那很多人就会想问 欸我们是医学大学不是综合型大学 那医学大学会不会很无聊呢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啦 因为我们除了读一些医学上的东西之外 还会要读很多 就是一定话上什么通识课 比如说北一话就会有些语文类的通识课 像比如说日文法文德文韩文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类 艺术类就比如说指一些就是戏剧啊音乐啊 就是就是等等的这些就是还有雕啊泥术之类的 就是你喜欢手作的 你或者是你喜欢就是研究音乐到旁边的 都可以选艺术类 然后还有就是人文经典的 像就比如说就是经典就是三国演誉啊水舞传 就是之类这些经典课还有一些人文课 主要是关于就是文化那方面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社会就是关于一些什么社会议题啊 就比如说两性发展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很就是这一类都属于社会类 那其实当然还有很多什么科学啊什么英文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非常多的同事课 其实我觉得面面俱到 就是让你除了就是读自己主课就是自己科系上的东西之外 还要就是还要丰富你其他很多心灵层面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 就是设计的还不错 那而且北宜的社团其实非常多 只要你讲得出社团几乎都有 因为北宜是社团密度最高的学校 为什么说是社团密度最高呢 因为只要大家把分母放在占地面积 就会 然后把分母放上就是学校的占地面积 那我们就会是全台社团密度最高的学校吧 那来讲一下北宜的实习机会 其实我觉得北宜实习机会算是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北宜就是号称有医校五院嘛 那其实哪有五院呢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是北宜的附属医院 然后也有台北市立万房医院还有双核医院 至于其他两院就来看一下 就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宁波医疗中心 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北宜号称医校五院 可是实际上应该只有一校三院 因为那三家主要就是实际的医院嘛 然后至于另外两个 我目前是没有停过学长节 有在那边就是实习或者是就业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也不敢保证就是有没有到五院这么多 好那先来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北宜有提供很多就是让你去当国际志工的一个机会 因为北宜其实有常住两个地方 就比如说柬埔寨还有就是就是 就是非洲的斯瓦季兰这两个地区 所以每次寒暑假的时候 就是同学都可以报名 然后面试说要跟学校的服务医疗团 就是去这两个地方服务 而且其实我觉得从当中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那先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科系 就是我目前就是医学系嘛 那医学系 讲到医学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哇医学系超级无敌厉害 就是就是那种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 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医学系是长这样 也会许可能长这样 还是这样呢 我觉得如果就是以前你们一直以来对医学系的看法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 呵呵科科太小太天真了 因为医学系根本就不长这样 医学系实际上是这样 有永远念不完的书 再加上永远考不完的考试 那先来说一下 其实因为从就是 呃 就从我这一届 就从我上一届开始 就是医学系就从七年制改成六年制 所以接下来就读医学系的都是 就是会是六年制 所以代表就是我们会要比以前七年制的学长阶 还要就是在更短时间内 然后读更多的东西 读完更多的书 然后也要了解就是更多的知识 所以 就每次都会一直要考试考试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一学期的贡笔 那很多人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是贡笔呢 贡笔其实就是 呃 像比如说 我们就北宜的医学系 我们这里会有个贡笔制度 就是可能今天就是安排几个同学 就是专门做这一堂课的笔记 然后就是记录老师的说的一些重点啊 还有就是老师特别提醒的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会在课后就把它做成电子档 然后再收集 然后再影印给全班的人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贡笔制度好的就是 它可以帮助就是一些可能上课就是 就是没有就是抓不到老师重点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私人事情 然后晚到就是课堂的那些同学就是 让他们可以就是可以从贡笔 然后看其他同学就是帮你写的一些重点啊 然后让你考试的时候可以更好的 Cash道老师要考的一些是什么 然后当然我们除了读共笔之外 还要读就是非常非常厚的课本 所以当然课本就不要放出来 吓死大家嘛 那就来讲一下就是 其实医学期就是一直考试考试考试 就是我一学期的考试时间表 这里一学期大概四个月嘛 然后我就要在四个月的考 这四个月的学期当中就要考什么 人体结构功能概论啊 然后骨骼啊 呼吸啊 消化神经 泌尿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次都觉得我刚考完一个试 怎么突然我又要考试 一直考试一直考试 就是其实有时也觉得蛮累的 那就是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架构 就是大一都会是一些基础课 像比如说普通生物学啊 普通物理啊 然后普通化学之类的 然后至于大了大三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渐渐深入 然后就是一个整合考试那样 然后大四也是渐渐深入 然后也会有国考 那大五就是见习 然后大六就是实习 然后过后实习会有个国考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刚刚就说医学期都是一直考试嘛 然后这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插画 就是当你是医学 当你是医学生的时候 你就一直考试考试 那其实当你是什么见习医生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 你每考过一场考试 就觉得啊好开心哦 终于不要再考试了 其实你背后永远都有很多很多考试在等着你 所以就是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就可能就会问医学系 是只会念书家考试的系 其实我觉得不是 因为就在我大一一入学的时候 我以为我念的是医学系 可是其实并不是耶 因为我们就上一个物理实验课 物理实验课就教你用那些器材 用了过期末报告 竟然是叫我们拍影片跟CSI结合 用你的实验课学到的东西跟CSI结合 拍出一段影片 然后我们还有在大二的时候 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些就是科技的一些东西 跟医学上的一些结合 然后期末报告也是叫我们拍影片 我到时候就觉得我明明来念的是医学系 为什么我还要学会拍影片剪影片 然后还要学会演戏 我根本就是来念艺术大学的不是吗 那现在好 那现在讲一下北一的一些授课 以及考试方式 其实我想说是语言绝对不是问题 因为其实在这里我们会有就是一些英文的PPT 然后老师是用口就是用中文来授课 然后至于我觉得北一这里还会有个叫POWER CAM的东西 就是当然POWER CAM就是看老师的意愿要不要录音 就是POWER CAM就是可以让你就是 老师上课的时候一边上课 然后一边会录那个影音档 然后就让同学们在私底下 在回去的时候复修可以播那个影音档 然后可以慢播或者是快转 老师到底在讲些什么 然后可能就是让同学就是 如果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放慢速度 然后你可以重听很多次很多次 所以就可以慢慢从影音档中再抓住老师的重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一些可能 听中文有就比较慢的一些同学 可能可以就是透过这个影音档 然后可以重播很多次 然后就可以更就是慢慢的吸收老师在讲些什么 就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先来讲一下北一的考试 除了有正规就是那种比试考试之外 还有许多花招摆出了考试 像比如说实验课都会是跑台 那跑台基本上是怎样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们微生物及免疫的一个考试 就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 你会要拿到那个培养名 你就要分辨出这是什么培养名 这个培养名可以培养出什么细菌 那你要透过这一个光泽度 这个透明度 那这个大小 那你就要判断出这里长出多少的菌种 然后有多少之菌 然后那个菌的名称 只有25秒我就要换下一题 我当时真的觉得 我考试真的觉得超级无敌紧绷 然后其实回想起来也觉得 还蛮有趣的 那现在讲一下医学系的一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北一的医学系就是 目前都会一直在推崇 就一个叫专题研究的这个课程 那什么是专题研究呢? 其实就主要就是让一些同学 就是他们可能 蛮喜欢走研究路线 或者是比较喜欢就是 更进取的一些同学可以选择 像很多 像我本身身边就有很多同学 很喜欢研究基因啊 不要把药物啊 或者是 一些就是癌症之类的课题 其实就是 学校都会有开就是这一堂课 然后提供同学去选择 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你想要研究的那些教授啊 然后去 去做研究 然后就一直待在实验室 就做一些记录啊 报告也什么之类 然后有问题都可以一直跟你的教授讨论 然后当然就是 这主要是培养就是 医学系的学生 就是代表你以后不只是可以做医师 也可以做研究员 也 或者你可以两者都当 其实我觉得这是还不错 就是可以让同学 就是可以让医学生 不再只是就是单方面的发展 就是单方面的发展 那还有一个就是觉得 初阶临床体验这一堂课 就是它可以让你事先体验到一些医师的生活 像我有个同学 他就是 他之前就是跟到一个神经外科的一个医师 他就说那时候他在帮就是一个小小孩子就是开那个脑瘤的那个手术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医学生就是本身就只是进去 然后看就是老师他们是怎么开刀 就是呃就是医师他们是怎么开刀嘛 然后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累的时候就是还可以出去 还是可以出去好像先出去晃一晃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同学就想说那一台刀开了18个小时吧 然后他们自己都出去吃了晚餐 然后再回来 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就是可能身旁的护理师啊 或者是一些助手其实都已经换了一批人 可是直刀的那个医师从来就没有休息过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让一些就是对某些科有兴趣的同学 就是可以事先就是先去你有兴趣的那些课别 然后可以看一看 当然这个这个课你要是是以抽取就是以抽签的方式 而不是说我想进什么课看就可以进什么课看 那还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医学系的出国机会非常多 像医学系就会有很多就是好像一些自己的团体 像比如说Scorey啊Scorey啊MCEP等等 就是一些就是类似教研究交换计划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让你可以就就你在不同年级的时候 都有一个出国交换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个交出国就是研究交换机会之外 还有就是当你大六要实习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申请就是外放到其他国家去实习 像我的学长本身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然后他有申请到新加坡也有申请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医院那边去实习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你来台湾念医学系就只能一直待在台湾 还可以申请到其他国家去实习 所以我觉得这也还不错 那现在讲一下就是医学系的出路 像我刚刚就说了医学系并不等于医师 你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走的 那还有就是很多人都会对迷思 那从毕业后我是想走什么课系都可以 其实我想说绝对不是 因为像医学系就是从你从医学生走过来过 你还要经过CLAC就是间隙 然后intern实习还有PGY 还有还有住院医师 还有住院医师2 那我想说像比如CLAC就是普通间隙嘛 就是你只是在旁边看 然后intern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东西让你实际去操作 然后这个实习机会呢其实就是抽医院 然后就是看你被分到什么医院去实习 然后这个阶段的抽医院是跟你的排名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至于到你实习完的过后 你就会走一个PGY路线 然后PGY就是你可能会要到每个医院去自己去面试 然后看那个医院刚好有没有缺 就是这个科有没有缺这个名额 然后可以让你来当PGY 然后PGY过去才会那间医院的可能就是住院医师 就是R1或R2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的意思 所以不是这样说 我理想抱负我想要拿什么科 然后我毕业后就可以走哪一科 其实完全就是不一样 你必须要看那时候 那个医院有没有什么缺儿才可以让你去 那现在讲一下我觉得医学系留台跟回马来西亚的发展 就是 这里我有列出一些就是马来西亚承认一些台湾医学领域的一些学校 就是如果说想要回马来西亚发展的就是学弟妹们 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尽量集中选这几间学校的医学系 就是可以从表里面就不管你是要拿医学系啊 医学系还是药剂系的 你都可以从表上面看你的你想拿的学校 然后有没有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 那很多人就在想说 诶到底我是不适合医学系 医学系到底需要什么特质呢 我觉得在医学系心态很重要 你除了要有一股热忱的心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都会被很多无数的课本啊 就共笔啊还有考试压垮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心态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怎么在压力中然后转变你的心态 就是我觉得 只要你不被就是那一些压垮的话 其实我觉得医学系就是还蛮不错 那我觉得医学系最重要就是一个体能 这个东西要非常好 所以就是像我本身就想说 我既要维持很好的体能 所以我还是偶尔会先去做一些运动 然后增强自己的体能 因为像之前我刚刚就有说嘛 就是可能当以后你开刀 开刀的时候一站可能就要十几个小时 甚至可能就要二十几三十几个小时 还有有时像看戏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on course 就是on course多少个小时 所以说我觉得那些都是非常考验着 就是我们的体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要在你念这个课系的时候 你要非常锻炼好自己的体力 那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那怎么办呢 我会告诉你说那你就慢慢培养吧 那如果说还是没有的话 我就说那你就哭吧 那好啊当然 关了你一扇门还是开给你一扇窗嘛 那可不可以转系呢 其实我之前还蛮关心这个课题 所以其实我就有去问过 就北一的就是戏班那些 他就说其实当然可以转 可是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北一的医学系 其他学校的医学系我不清楚 可是这是我经我了解北一的医学系过 他只说大一胜大二的过渡期是可以申请的 然后可是每年制度都不一样 就是说当你上完这个大一的时候 你觉得可能你不适合你想要申请转系 当然你就要先考一个转系考 然后就是到你大一结束 然后可能开课就是大二的时候 在那过渡期你可以申请你要考转系考 然后可是你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然后你过了就过了就是没有了 因为你大二胜大三的那一个过渡期 就是他也不会让你考转系考 其他科系是可以 可是医学系是不行 所以医学系就是比较特别 那现在讲一下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其实我个人是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读医学系嘛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学校去安排一些 就是让医学系的学生更懂得了解 就是人的心在想些什么 然后我觉得就是 对他学校都蛮希望我们 就是以后可以更了解病人的内心 在想些什么的课程 像北一就北一的校歌里面就有一段话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我蛮常记在心里的 就是他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要学好 做好做人放做医 所以我觉得在要成为一个好的医师前 我一定要学好做人这一方面的东西 那像比如说这场课就是我们医学系的一个课程 就叫做医疗与就是医疗伦理 道德实践 就是这一堂课 然后这堂课呢就是有一次就安排我们 就是要到户外就是一个康家去实习 不实习啊就是可能去学习吧 那康家其实就是一些 可能精神上有点疾病的一些 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人都会在康家那一边 然后 其实因为就在康家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到很多就是 就是轻度的就是可能他们会了解自己说 哦我自己是有精神病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人 然后他们有时就表现得非常沮丧 觉得自己很自卑 就是比别人比较 他们感觉自己比别人低一点 可是 可是因为 然后 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要设计很 就是要设计一些课程 所以我们就一直把自己想着 假设我今天就是如果我是他们 然后我站在他们立场想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是 设身处地的 然后一直去为他们着想 然后也慢慢了解他们的心 然后其实我觉得到最后 因为就是有很多 就是康家里面的那些就是病话 然后跟我们的关系都还不错 就慢慢打开他们的心房 他们会把心事告诉我们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就是非常开心 因为就像是他们可能就像是你的一些 病人然后慢慢从病人的关系 变到朋友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感动的 然后也会提醒我们 就是想说以后我们在临床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人沟通嘛 那还有就是我学过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日文跟台语 然后 两个的老师有时都有一点凶啦 可是我觉得 就是老师他其实也是还蛮好 就是因为岩石处高土嘛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蛮严的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学的就是 还蛮不错 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 虽然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本身就会 蛮多语言嘛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学会更多更多的语言 然后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而且我想说就是 就是在北有就是每个学生都会要做一个就是 就是志工服务的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志工服务就是可能你可以申请到一些社区 或者是可以申请到医院做一些志工 像我本身就是申请到学校的医院去当志工 然后其实在当志工的时候 像我本身就会主动去找那些阿公阿嬷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问他们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可能 他们遇到的那个医生就是刚刚遇到的医师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有时候会跟我分享 欸那个医师还不错 然后会跟我分享说就是他们遇到什么东西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顺心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很喜欢找人聊天 然后透过就是聊天然后知道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志工服务其实真的还蛮不错 那现在讲一下我的课案活动 在这里我主要就是参加就是华侨同学会 在北一的华侨同学会当中不只是只有马来西亚的同学 就是还有来自港澳区阿 就是印尼阿 然后越南韩国就是什么日本 就是很多国家同学我们都会组成一个华侨同学会 而不是就是会分国家来做一个同学会这样 那在这个同学会当中其实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国家的人 所以每个大家的处事态度都会不一样 然后像我们都会办很多活动啊 像比如说树营就是camp啊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美食粥啊 或者是什么晚会活动的那些表演 就是都会因为就是因为各国的处事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每次都会好像要不同就是去琢磨每个人的想法 然后去磨合每个人的就是一些就是工作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觉得也在从中就是学习到很多不同的观点 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有肢体障碍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大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那我就要克服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缺点 然后想要学习更多东西 那我也有加入了热武社 那我也只是加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吧 那就是 其实我觉得在热武社里面就是还蛮开心 就是从一个肢体障碍然后变得就是 至少会基本的一些律动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 所以 而且其实我觉得蛮多 蛮多学弟妹好像都还蛮喜欢跳舞 因为我只 跳舞的对不对 就是我之前 回去的时候就是 还蛮 都马来西亚学弟妹问我 诶我在台湾可不可以学 就是可以跳舞跳舞更好什么之类的 就我觉得 就是热武社 就是 就北宇县是医学际大学啦 可是就是我们学校的热武社也是超级无敌强 那好 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些就是 台湾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差异 像我 这只是我个人认为 那 再讲一下说话的方式 很多人想说 哇 你们讲话好特别 你们在说些什么 然后 我这个段话很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当我大一一进去 就是北一的时候 那我跟我的同学 两个都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两个都在宿舍 然后我们同学就 就普通马来西亚人 就讲话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突然 我 我同学就是 就是台湾人嘛 然后他就 他就进来 他就说 诶我刚刚一直听你们在讲话 我就 哇 好特别哦 我都听不懂 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我跟我 我跟我马来西亚同学 两个跟我们当场傻眼 我们就说 我们说 中文耶 然后他就说 是哦 我一直都听不懂耶 你们的中文好特别哦 然后我们其实当场快崩溃了 我们的中文明明就很正常好不好 好 我觉得其实 基本上除了说话方式之外 基本上就是 像还有啊 不是每支影片都会说 马来西亚人都会讲一些什么 me lo la 之类的 然后其实台湾主要都会是 ma ne 就是比较就是 不一样的用词 那 呃 啊 还有就是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 先讲一下就是治安 就是我本身就是很喜欢 哪样到处 趴趴走的 然后 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的治安 比马来西亚还好 然后 就像比如说我可能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会怕 嗯 就我觉得治安还蛮安全 我走夜路很安全 并不是因为说我长得很安全 ok 然后是我 是因为台湾的治安真的是很好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 学弟妹的心理OS 对不对 就是觉得可能 就是你样子长得很安全 我想跟你说 不是好不好 那我想说就是台湾的饮食 像我个人就非常吃辣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一来的时候 我还蛮不适应台湾的辣 因为台湾的辣主要都是 就是麻辣啊 然后有些 像我很喜欢吃辣椒的酱 可是我每次点他的酱 都会觉得 这是咸的 就是咸辣 然后 就我很不喜欢 然后 像比如说酸辣的话 就是 呃 台湾的酸辣跟那种泰式酸辣 都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我来台湾的时候就觉得 好想念马来西亚 就是我很想念那些那种辣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根本就不会吃不惯 因为台湾还有非常好吃好吃的食物 而且告诉你是一定胖的 像比如说 我个人就很喜欢什么 盐酥鸭 然后还有就是挂包 然后还有就是珍珠奶茶 然后还有就是芒果冰 我个人就觉得就是 台湾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 呃其实我觉得价钱 就是 这些台湾小吃的价钱 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是 就比较贵 就比起马来西亚 像马来西亚就是可能我们去 比马来西亚比较贵 可是台湾的大餐 像比如说吃到饱 就是我们299399499吃到饱的这些 然后全部我都觉得比马来西亚便宜 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 台湾的小吃比马来西亚贵 可是大餐比马来西亚便宜很多 那现在讲一下就是住宿 就是 呃我目前是住在 就是也是住在北宜的宿舍 就是北宜的大一大二是保障住宿的 然后大三就是要抽签 然后抽不到的话就是 要在就是北宜附近就可能找个房子 然后像 呃我有了解过其他一些学校 就是对于乔征好像都是 有些学校都是会有保障一些住宿 当然每个学校不一样 所以到时候要再询问 那现在讲一下就是交通运输方面 其实我觉得对台北来说就是 交通运输是超级无敌方便的 就是而且像我觉得 嗯 台湾跟马来西亚我觉得在 运输这方面最大才是 可能我今天在网络订个东西 都会有可能6小时到货或12小时到货 或24小时一定到货的那种 我觉得这在马来西亚根本就不可能嘛 而且像比如说台湾可能 呃我想要订个蛋糕 就是你可以从北部送上去南部 而且就是低温宅运 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运个蛋糕 你的蛋糕拿过来应该只是变成一 可能就是面目全非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蛮不错的 那现在讲一下医疗方面 像呃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就是 就是个人觉得比马来西亚专业一些 然后也比较便宜 因为台湾就是有个健保制度嘛 就是呃 就外来生就是乔生或者是外籍生 就是你只要在台湾待满6个月 那你就可以拿到就是台湾的那个健保卡 那你就可以跟台湾一样就是享受就是健保 健保制度这个东西 那先讲一下我一些个人的经验 就是我有参加就是系上的一些活动 像比如说就是Skori啊就是台湾医学生联合会的 就是研究交换部门 那这就是我们之前就跟就不同国家人 像比如说这里有就是法国德国 然后美国也有菲律宾啊也有芬兰 然后波兰就是不同国家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有去就去旅行去游玩嘛 然后就在那过程当中就会跟不同国家人然后聊天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就是讲就是 就是英式英式的那种英文嘛 然后台湾就是美式的 然后还有其他国家就是他们自己style的那种英文 然后就是会有不同的口音 然后你等于是就有时会听不明白 然后有时会觉得啊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搞笑的一些就是东西 就是很可爱 然后当然就是通过就是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会跟不同他们就是跟不同国家人然后聊天 然后也会知道我们国家发生那些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以打开你的国际观这个东西 那好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打工经验 为什么我要说打工呢 因为你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马币贬值有多么的厉害啊 就是我还记得我刚一来台湾的时候马币就是 一块钱马币大概可以换到9.2或9.3的台币 可是现在一块钱马币大概只可以换到7块多 或接近8块左右的台币而已 在这么悬熟的对话率之下 那我只好就打工把我那些插耳朵赚回来对不对 那先讲一下就是在台湾的薪资大概一小时120新台币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比起马来西亚薪资算是高一点的 刚蛮多吧 好那就很多人想说打工跟课业就是我无法兼顾我的课业之类 其实我很想说就是打工跟被当是没有关系 像我本身就是我我算是本身打蛮多工的 可是我还蛮想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就是我念医学系 目前我还是在打那么多工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没有被当 我只要这样说有点拽可是我只能想说目前是没有被当 所以我只能想说打工跟被当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就像因为像我个人是觉得有的必有事嘛 所以我个人就会去衡量轻重 像我个人是觉得我重的是我的课业啊 然后可以让我去念书嘛 所以主要就是我觉得相比之下打工比较轻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个人就是会衡量轻重 然后绝对不要让打工去影响我的课业 那还想一下就是我的一些心得与收获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次都会有很难过的时候 或者是有时就因为毕竟生活都比较不是说很顺遂嘛 像比如说像对我来说因为我是透过巧大分发的 然后所以可能我都比我同龄的人 就是跟我同一届的人 然后还来大概两岁左右吧 然后其实每次就是课堂上遇到的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半活动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都会就是虚心的然后去向他们学习吧 因为像我当然有时候都可能撕不下脸 就说他比我还小 或者是他只会比我还低 都会撕不下脸去问人嘛 然后我一直很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一段话 就讲说没有过不了的难关只有放不下的身段 所以就我每次都会想起这一段话 然后就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去就是去 去像人就是就像可能比我年纪还小 或比我之外还低的人去续心的去学习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我觉得你只有放下身段 你才可以变得更好 你才可以度过每一个难关 就是生活就是很不顺遂嘛 可是我觉得冠冠难过冠冠过吧 就是你只要在内都是就是在内都可以微笑去面对的 那今天我的talk就到这里啦 好像她突然有其他 但给我是坐 seed 才能这样也应该把来了 用来的 然后 Abran